各位觀眾又來到星期六的尖前故後 大家好我是Leslie 大家今天可能看到我今天出鏡 好像為什麼臉上都會有個疤痕 其實就是幫某些朋友去做錯 我選的時候就不小心被我姨姨刮傷 其實很少試大家可以放心 今天是11月5日 即明天就是這個投票的日子 即是這個區選的大日子 大家不知決定了去投票未 或者決定了去投哪個候選人未 未的話我們都再三呼籲一次 因為如果在看尖前故後的朋友 我相信你們很多都很關注 尖沙咀碼頭巴士總站的情況 我很希望大家亦都會去 珍據我們如果在尖馬之星的網頁 我們提及到一些候選人 一直跟我們走在最前 一起去爭取完整保留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 那六十四位朋友 我們亦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他們 如果在尼國區有那六十四位朋友 呼籲大家到時候投票給他們 這個是我們尖馬之星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的 這個星期除了今天選舉 八日亦都是一個大日子 其實八日如果大家一直留意我們節目都知道 其實就是政府第三次康憲關於尖沙咀碼頭的巴士總站的遷冊那件事 那一天就會是限期的 我們就會在那一天的早上 就會將所有的信件送交到特首執任權的手上 到底我們的安排怎樣呢 亦都可以留意尖馬之星的網頁的公佈 以及我們的Facebook群組的公佈 我們會寫下當日的安排的詳情 如果大家朋友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你們那早上大概七點多到十點鐘那段時間是有空的 很歡迎大家一起到時候參加我們這個遷信的活動 因為實在尖馬之星都是因為要有群眾的參與群眾的支持 才可以捱到今時今日第三次的行憲 這幾天我們亦都在做一些準備的工作 關於尖馬之星的遷信的計劃 遷信給政府去反對他的康憲 其實都頗為首遠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在做一些記錄的情況 以及分發一些信件的情況 那些信件都頗重的 都頗多一下 都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特別是在今次行憲期間 政府選擇在一個區議會選舉的時候去做 其實是很立心不良 是有心的很明顯看到 因為他是希望令到這些人去選舉的班 因為他們忙於選舉工程 是幫不了我們尖馬之星手 所以好像第二次康憲的時候 那時候找到這麼多地區人士幫忙 在各地區簽名 去幫忙一起做這個一人一順 不過也可以告訴政府 我想你會跌破眼鏡 那些官員可能現在正在看 我可以告訴你你是跌破眼鏡 想創你的心 不要想這樣可以 就偷雞胡云過關 說過給你聽 叫你這樣的方案一定是不能做的 你都堅持要做 我們一定會狠狠吸你一巴掌 好 亦都要再說一說 其實這幾個禮拜 我們站在碼頭所見所聞 大家 其實之前大家都知道 四月份的時候 在紅磡那邊的天星小林 因為客量太低 就圍不到本 宣告了停辦 我們其實站在碼頭幾晚 亦都留意到一個情況 不如大家去看看一張照片 大家在看這張照片 看到很多人在排巴士 排到哪裏 排到三角地 就是人們在做表演的位置 這是星期五的晚上 再看看這條龍排 到底在排哪條線呢 原來其實它排到報紙 這裡就是8號A和8號P這兩條線 粗略地保守估計 這裡都六七十人 這六七十人為何要走到尖沙咀碼頭 去搭巴士 因為其實之前很多他們原本有些 紅磡的一些街坊 我們跟他們談過 原本都是紅磡天星小林的搭客 但是因為沒有了紅磡的灣仔 去中環的航線之後 往事我們站在這裏做這個時候 其實這條龍只有三十人都不夠 通常都是一班車搶 大概三十多人左右 但是你看到現在連同 這一班乘客 我們跟他們談過 原來很多以前也是紅磡線的乘客 因為沒有了那條線 他們要走到尖沙咀 轉巴士搭了船之後 這條龍大家就看到了 多麼死搶 搶到真是恐怖 來形容 汽車一駕離完清完這條龍 接著不久這條龍又會再出現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仍然是很多朋友 他們要靠著這個渡可小林 去過海上班上學 如果連尖沙咀碼頭這邊的巴士總站 都被政府搬走了 他們又要走多一段路 浪費他們的時間 浪費他們的精力 其實是很不應該的事 所以尖沙咀星其中一件事 很堅持 為何這個巴士站不能拆 就是特別是因為紅磡天星沒有了 我們不可以連尖沙咀這邊 都被它搞亂 搞亂的話 那些人就會走去 坐地鐵 坐隧道巴士 地鐵還未到紅磡 由沙通線還未到去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好像隧道巴士 大家都知道是多麼擠塞 在隧道裏面有多少車 在隧道115 其實那區的居民已經沒有選擇 為何到今時今日 他們還要用渡輪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原因 也可以說說 最主要因為碼頭搬遷之前 是在紅磡火車站旁邊 搬到去黃埔之後 已經沒有了一班火車轉道輪的客人 然後黃埔那邊也受不了 大家也知道黃埔東那邊 特別是黃埔東那邊 比較近碼頭的選區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件事情 在投票之前也想不想 有誰參選的候選人 那裏有三個 有誰在紅磡杜輪停航事件 有做過功夫 有誰沒有下來做過任何事情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投票之前 清楚地想一想 誰有做過事 誰什麼都沒有做 騷擾到懶落來做 大家在投票之前 給票哪一個之前 想一想清楚 要求民主其實是什麼 保障自己的生活 其實民主也是為了民生 但是有些人口說民主 做過什麼 然後再說 我們可以再說一說 我們另一個經歷 在碼頭又去多一張照看一看 先看看 什麼事 大家看這張照片的時候 可以放大一點 首先大家看到有人結婚 這個都很平常的 你已經看到的感覺 看到中間這個做什麼 免費試飲 就是星期六那天 某個牌子的一個茶葉 一個飲品的供應商 就在這裡免費派發奶茶給人試飲 然後大概三四點 我記得就放到大概六七點 我們其實在這裡喊咪的時候 他也都一直在 大家各各可以在這裡做自己的活動 其實我們都拿了幾杯奶茶 其實大家也看到 這是真根正正的公共空間 好了 誰知道發生的事 什麼事呢 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可以自由在這裡做不同的活動 你喜歡在這裡傳教也可以 你喜歡在這裡搞簽名也可以 你喜歡在這裡做一些 business promotion 也可以 不需要特別什麼申請 大家想想如果這塊地方 被政府變成一個露天廣場之後 做到嗎 你以為露天廣場應該什麼都可以 做到的 不好意思 你看文化中心那邊 你試試會不會看到有人在這裡派奶茶 不會的 你有沒有看到街頭藝人表演 不會的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是有10Q規管 過度的規管 太多保安的規管 怕死做了某些事情 老闆不喜歡 所以什麼都不可以做 什麼都要規範化 如果巴士總站這裡變成露天廣場 這塊地方就會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為何千馬之星 也一直堅持說這個巴士總站 不應該拆 不應該變成露天廣場 現在活生生街頭的生活 真真正正在公共空間裡發生 我們不需要政府插手去搞什麼 甚至我早幾天 也看回10月31日的 《南方都市報》有一篇報道 也說到香港越來越少 那些街頭的小販 反而城市越來越沒有活力 連內地反而有活力過我們 這方面 反而是否所有事情都規範 這樣就算是最好的 在街頭這些行為 一些情況 是否真的會這麼影響 大家想想 我們香港人 應該是去年 在細博那時候 趨之若暮走上去 在上海看細博 看清明上河圖動畫動態版 早前運到香港 又去機場佛艦館 又排一大陵 為何呢 其實清明上河圖就是拍攝街景人的生活 我們的街道文化 但是 當這些街道文化被消滅 被規管之後 就全部變成商場文化 將來如果再有一個畫家 想畫一張類似清明上河圖 請問他還怎樣畫香港 他怎樣找到這些街景 全部夢長冷冷冰冰 人們沒有反應 只會走走走走去喪屍 有什麼意思 還有 剛才說到結婚 右海給了一張照片大家看看 這一隊新人 剛剛在天星小輪下船 然後我們在喊咪叫簽名 反對拆這個巴士公站 譚生譚太太 我們知道馬之星做一次在這裡 公祝你們 白頭到腦永傑同心 他們兩個都很支持我們 走過來我們簽了個名 有人簽了一封信 甚至到他們隨行的攝影師 都拍了影片 不知道他們那晚婚宴有沒有播放 我想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歷 對於一對新人來說 我們也是在碼頭 看到很多很多的情景 原來在巴士公站 是很多人走來拍婚紗照的 真的很奇怪 你猜都猜不到 這些街頭文化 是不是以後又要消失呢 因為沒有了這個古蹟 你無緣無故在一個小公園的老天廣場 蚊營老天廣場 有什麼好影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 是不是真的有需要 在一個老天廣場 政府有沒有真的聆聽過民意 想一想清楚 好 剛才說到除了派奶茶之外 到10月31日晚 還有一件事發生了 我們10月31日晚在這裡 繼續搞簽名 昨天30日晚是Halloween當時 這個30日晚的情景 31日那些情景 穿了鬼袍出來 還有這個31日晚也是 有些老哥的朋友 也去Halloween 也跟我們拍了一些照片 但剛才說到 有一個街頭藝人表演的問題 空間的問題 30日晚我們就發現了一件事 到底有什麼事 大家可以看這條片 就會知道有街頭藝人 我們是遇到蘇春咒 原來他去了尖沙咀碼頭 做一個表演 誰知道遇到一些麻煩 這條片大概15分鐘 大家可以看看 怎樣去對付一些所謂的保安 對付一些阻止街頭藝人表演的 一些警察的那方面 大家可以看看現場實錄 是否有刑事成份 嘩 什麼事呢 這麼多人 哦 原來是表演 然後還有警察叔叔 什麼事呢 是不是有刑事成份 嘩 什麼事呢 看看什麼 嘩 很多斷肢 我斷肢 亦都說面具 亦都說警察叔叔 是 警察叔叔 究竟警察叔叔在做什麼呢 不知道有什麼刑事成份呢 通常警察執法有刑事成份就執法 究竟這裡有什麼刑事成份呢 要拍清楚 不然將來會有錄影帶 對嗎 看看什麼刑事成份 這裡 是不是究竟這個東西血腥一致 涉嫌恐嚇呢 是不是呢 還是說這個範圍太大 涉嫌阻礙這個 阻礙這個障礙風道呢 這裡明明是行人路來的 公眾地方來的 什麼事呢 究竟刑事成份在哪裡出現呢 讓我看清楚先 警察執法一定有刑事成份 但是現在刑事成份在哪裡出現呢 人家給錢是不算籌款的 他是憑什麼執法呢 因為我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就拍下它 情堂有勇 有人投訴 投訴都 因為早七晚十一 就應該不涉及坐這條例的 也噪音不高 巴士比你更吵 是 是 刑事成份在哪裡呢 這位警察叔叔應該最清楚 好了 我做了六年的街頭表演藝人 其實也希望政府不共駡 六大產業 這些公共空間所謂之 都不能容忍到如中同樂 這麼奇怪 那警察來了 我合作給了一身份記參加了 這件事 不是犯法 不是聚成 知曉 應該 應該可以走的 現在他有沒有執法 我不知道 他有沒有想趕你走 他當然要趕我走 他想趕你走 我想趕你走 希望你走 他有沒有說不走的話 他會有什麼行動 有沒有說 你問一問 阿Sir 阿Sir會不會 有什麼條例一定要拘捕他 阿Sir 這很重要的 例如拘捕他可能是阻街 或者非法囚款 或者會對逃人造成危險 事件傷害他人身體 這些都是拘捕他一個理由 但是他有沒有犯刑事的條例 阿Sir 如果有的話請你執法 好了 香港是無界社會 其實我出來做 希望香港能夠推動大產業 我們等西九 西九都要等 但是呢 他公共空間 應該是放寬少少 早前呢 我打贏了官司 聽聞警察內部說會放寬 那我不知道 那我這裡問前市警務人 阿Sir 他是不是阻街阿Sir 阿Sir 他有沒有阻街阿 或者他製造噪音 是不是違反抄襲條例 但我聽聞 朝七晚十一就應該沒事的 有分配限制的 分配限制是環保處量度赤的 這個很清楚 是清楚 是的 那一旺角呢 有很多同行超級 唱歌 那些喇叭爆了 昨晚我下去都看到 很慘啊 我都不想看到這個不治療的情況 而且應該我比你大聲 因為那是我先 可能他想保護你阿Sir 是不是嚇嚇過 說說說說錯了 我不是警力嗎 當警察來報告我 人工很快的嘛 厲害啊 你這個單擔 是好事 我們不希望看到 即是我們都自律的 阿Sir 刑事成份在哪 他事源違反什麼條例 要你在這裡住宅 其實 不如解釋一下 我想這裡圍觀的市民 都很關心這件事 其實 因為我通常見到警察 就以為有人犯法 但如果沒有人犯法 你就站在那裡 令人以為他犯法呢 其實他會很尷尬 對不對 是不是他非法籌款 也不是 是不是他一段姿態客人 是恐嚇的 對 不要給我眼神 我多做兩場就好了 我會下旺角的了 今晚 哦 下旺角 等等 對不起 很少來的 我來都不會做太長 因為這裡都適合做街頭表演 因為我的雜誌 被風吹到飄移 哦 不過我喜歡 一下來 先來會見與市馬 寬甩伴和打給大家 所以 哈勞尤其勞 希望大家開心心 還有 推動街頭表演文化 希望有年輕人接力 但是很無奈 我做了六年街頭表演 都看不到有些新血加入 有些失落可惜 有很多新血加入警隊 是啊是啊 人工高 是啊 有很多新血加入警隊去靠一下 是不是靠一下,sir 其實 雖然我好像很武斷 但是你還站在那裡 都... 我的機器開了六分鐘 我先給你一個貼紙給你 警察這裡很少 這是公務空間 不應該拆掉它 不然就變成第二個文化中心了 sir,刑事成份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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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很重要的 警察是一個執法部門 那你執法依據就是刑事條例才執法 現在說他什麼刑事? 沒有啊,不出聲 喂,喂,回去吧 沒有人看檔 好,好,好,好 好,好,好 認識,認識罪行條例 第二百條或者普通法裡面的 叫做刑事法呢 就要考慮兩樣東西 第一,它叫犯案動機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犯案動機 表演嗎? 還是你說法例呢? 當然是說法例 大哥,是香港法治之地 對不對? 好了,我再知道法例 這個... 這個... 有什麼份? 不是,第一件事 就是它犯了什麼案 基本法第37條 搞上了這個... 我們的藝術自由 哦,是啊 是啊,這個很重要 等等 如果以一個叫普通法的制度來講 就是說 憲法行先 是不是? 憲法行先 好了 香港還在行普通法制度 認識罪行 說正 第一件事 它要犯法 它犯了什麼法 麻煩兩位阿Sir說清楚先 當然說清楚 然後反不停的 自由發言 議黨委員會審訊 去衡量它有沒有犯罪的遇上機 兩樣東西成立 才是真是遇到什麼 什麼? 喂,其實... 開機8分鐘 其實它犯了什麼事呢? 麻煩說清楚先 因為我的機器拍著開了幾分鐘 我來之前已經在這裡 即是你來了已經10分鐘了 那如果計算你R-E-Rage 即是你每個小時的人工 你8分鐘成一成 其實都很貴的 對不對? 即是究竟這位才犯了什麼事 值得有這麼多公帑的招呼他呢? 是啊 其實很重要的 麻煩說清楚先 這位阿Sir PC4498 當然啦 如果你選擇就是這樣站在那裡靠客 其實你們已經是... 已經是... 張明了就是... 香港警隊的工作已經不同了 即是除了是執法之外 原來還有其他工作的 那這個就是帶些市民 要看完這段影片要明白啦 是呀 好啦 多謝兩位幫忙 那我就做多兩場 好,那你繼續 但是... 什麼? 這位表演哥哥 你在這裡做什麼? 他是不是阻街先 他在這裡娛樂大家 這些是不是阻街阿Sir 會不會這個阻街呢? 會不會這個阻街呢? 有他表演啦 算啦 大家開心 阿Sir 阿Sir做完戲了 他都快 解釋清楚先 麻煩 喂 不要這麼大聲啊 已經說你啊 說你襲警啊 喂 我有威風氣功啊? 是啊 大佬 真的啊 我幫我誤阻大家 繼續拍片啊 拜拜 我繼續拍了 拜拜 回去看檔 唉 表演而已 搞這樣的事 其實阿哥有什麼形式成份呢? 還沒回答我 不過不要緊 你不要暫答我 我知道 他來這裡也是表演而已 對啊 他也是表演 不非 真是辛苦 昨天是熟 你不認識啊 那一個加起來啊 我真的 唉 我做的 我愛你做的 各位上網看啊 想著就做了 不想看我下網賭的 當然想啊 開了飛機這麼久 很久 最安全的暫線 高天 我去做了 有什麼事 你還要來這裡 我家餐廳 對啊 你很快 我很快 他們也幫忙 我去照顧 這個 還有 就是 全市民的部位表演 對 這樣 沒有人想想 那我們 我繼續攝錄,看看有沒有刑事成分 這個情況很有用,所以我繼續攝錄 看來沒什麼刑事成分,走了一個警察 我現在不想再打掃了 九粗,九粗水素 我幾天九粗過了,就是入炒萬元 看來有很多刑事成分 三位警察圍著他,是不是他犯法呢? 是不是他犯法呢? 究竟是誰犯法呢?圍著這個人 原來是保安哥哥 原來是保安哥哥,原來是你報警 好,謝謝警察哥哥向保安哥哥解釋 其實這位表演哥哥是沒有犯法的 謝謝警察哥哥 辛苦了 剛才警察向保安哥哥解釋 由於他不涉及刑事法例,所以不能執法 要這位保安哥哥自己勸那位魔術哥哥 最重要是安全 沒錯,最重要是安全 警察哥哥說得對,最重要是安全 稍微不足 也請馬遞 對,最重要是安全 這位保安哥哥 哪有刑事 便是安全 有阿封 不須要安排 情子 在內地 我也不如是有關 也在事情 以及他的聯票 多謝警察哥哥,辛苦了 辛苦了警察哥哥 警察哥哥是收隊的 剛才師姐向他解釋 如果有人滋擾你,可以隨時報警求助 什麼叫滋擾呢? 令他透成驚恐,就是滋擾,很恐嚇 辛苦了這位師姐 其他警察收隊了,我真的不拍這裡了 辛苦了這位師姐,辛苦了 還有一位保安哥哥,還有一位在後面 先生,不好意思 請問你的表演大約是… 因為不是我表演,是他表演 沒有關係的,這些叫仗義 仗義相助 請你們不要經常搞這些 自己的表演 沒有,因為… 上頭叫你弄 先生,聽我解釋一下,大家聊天 不是聊天,不是聊天 等一下會有個遊行過來 喔,遊行過來,他就會散 不是,我怕聚人太多 其實他會散,所有人都很遵守電車 我知道,我知道 剛才表演那個人,一揚手 讓大家散開一點點,給空位 他千人都照顧 明白,明白 其實這裡的人看表演 和表演那個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知道,我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其實不需要你們這樣突然間 叫警察,其實是很不開心的 不是,不是,因為一會有遊行 已經有警察在那裡 大家很不開心搞這件事 大家是萬聖節,星期日 當然是開心心來下屆 不是搞到那個場面 平時都是美國不知道 平時我家裡多 了解一下 今天我有攝影機當然要玩 了解一下 辛苦你了,你搞這麼多事情 辛苦你了,拜拜 謝謝 嘩,真厲害,我一直關機 都不浪費電 剛才那節大家看完了 剛剛看到了 其實在街頭上 這些表演 一些空地 為什麼都會受到一些干預呢 就是剛才大家正正看到了 商場規範化 明明那塊地 外面那裡都不是他 他都強行去投訴 報警 就要警察來做事 警察叔叔也很無奈地 要來執行職務 因為有人投訴 但是發生的事情 但原來警察沒有什麼理據 去阻止別人在做街頭表演 因為他根本都拿不出任何法例 不讓人在街頭表演 又不是構成一個嚴重阻塞 大家在後面前後還可以走路 所以 如果有一些是街頭的藝人 或者大家在街頭做什麼簽名 被人投訴的那些 看了剛才的影片 就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守護住公共空間 守護住一個這麼重要的公眾資產 如果不是的話 下一個受害者就會是你了 剛才蘇春宙先生 其實大家都看到 知道他只是在做萬聖節的表演 與民同樂而已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 都要被一些商場的保安職員所阻撓 還要那個不是他的管理範圍 這些就是說 如果我們被巴士總站變成老天岗場 文化中心那種過度規管的一個死空間的文化 就會延伸到我們現在巴士總站的位置 不想這樣的話 請大家記住 只剩下兩天的時間 都上到來 如果未簽名的話 上到來我們尖馬之星的網頁 www.arabustterminal.org.gn562 簽名 爭取完好保留尖沙咀碼頭 這個巴士總站 這個是可以網上簽到的 不用大家專門登記封信 我們就會在 剛才說過 8日那天就會去遞信 另外 剛才看到的片段之外 我們亦都遇到一些年輕人 年輕女 他們出來支持我們 唱了首歌 大家亦都幫我們呼籲 大家可以看看 是怎麼開始 也許就是對你 有一種感覺 今天發現自己 一生在愛想你 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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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已無所謂 事事非非 無法決策 我 為了要後悔 為愛一夜 去跟隨 這個瘋狂的 人是我 我 愛你 我愛你 愛你 為什麼你愛我 我愛你 我有 我有許願意 謝謝你 謝謝 說幾句支持一下我們 你們是簽罵智星 希望大家都會去那邊簽罵名 去關注一下這個活動 我們都是向政府表達 我們不想清拆這個馬頭的巴士總站 不想清拆這個馬頭的巴士總站 希望大家都會去簽罵 支持一下我們 去那邊 我覺得身為香港的學生 應該思考現在正在做的事 對自己身邊的事多點想一下 為何要這樣做 為何要不這樣做 為何有些規矩要守 為何有些規矩不用守 天星買頭的巴士總站 有著我們很多的回憶 希望大家都會關注一下這件事 我們跟每一天的生活有關 大家每一天下船 然後很方便的乘車乘船 這是大家很方便的生活方式 我們希望保留尖叉罵馬頭的巴士總站 亦保留每一天的收穩 保留每一天很便宜的乘車乘船 是一種守衛港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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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看過了 很感謝這些年輕人 因為我們每一次擺街站 最重要是除了一班耳工朋友出來幫忙 就是因為要有這班肯簽名 肯過來支持我們的市民 年輕人 年輕女 甚至遊客 甚至我們今次搞這個簽名活動 剛才大家也留意到有一張照片 可以給大家再看一次 這張我們之前說過 一個韓國藝人 城市景他最近來香港拍了一個MV 說要講一個他自己的歌曲 接著發生的事是什麽事 我們亦將Capture Screen做了一張Post 亦都很感謝一位朋友 柴文棠先生 我們亦將他譯成韓文 我們在這裡掛了這張Post 亦都令很多韓國遊客得識到 這一個地方是他們國家一個藝人 在這裡都懂得來拍MTV 一個很重要的景點 他們亦都吸引到不少的韓國人 走到我們去簽名 爭取完好保留巴士公站 甚至到另一個很特別的 不過就不在這些照片中看到的 就是看到 因為我們今次做了一些 除了英文版和剛才看到的韓文版 我們亦都做了菲律賓文 為什麽呢 我們亦都留意到 星期日的傍晚 很多菲律賓人 特別是外傭 或者在香港工作的菲律賓人 他們亦都會坐天星小輪回來 再乘巴士回到他們的僱主的家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都會用到這個巴士公站 會受到影響的 所以我們亦都專門做了一個崩敏的牌 那些在這裡告訴他們 這個情況 亦都很感謝大家過來簽名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是可以很多很多 我們遇到不同的人和事都會在這裏見到 不同國籍的朋友 甚至內地的自由行朋友 對我們那種可以在這裏這麼自由開放 在這裡搞簽名反對政府拆東西 他們很多都豎起手指工 走過來跟我們簽了封信 這件事已經可以告訴大家 簽沙咀碼頭的重要性是多麼重要 如果政府還不走去說要動它 我真的相信會成為一個國際的大笑話 除此意外 剛才說到我們簽馬之聲一直在這裏擺街站之外 其實星期日那天的夜晚 除了剛才看到蘇春秀先生之外 另一些團體也過來搞了一個遊行的活動 那就是左翼亞一的朋友 因為他們是在旺角西洋菜街那邊一邊走 走到過去沿著經過匯豐銀行 經過1881那些地方 之後來到封沙咀碼頭也做了一段短劇 在這裡有一個小型的集會 之後他們也過了海 然後去佔領中環的場地 因為他們在十月圍城HELLOW 他們就貧民HELLOW 亦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我們來到封沙咀碼頭之後 都給了一個時間我們講一講話 我亦都有一段發表了的言論 現在我亦都可以播給大家看 這條影片就在YouTube下載下來 多謝拍攝各位朋友 尖馬之聲的朋友 他會說說他們今天立場 多謝大家 其實想講講為什麼我們封沙咀碼頭會站在這裡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政府死心不惜 要拆這裡的巴士總站起什麼路天廣場 根本就不理市民的死活 我們經常說要反對資本主義 但是最少要講到民生先 民生 你這邊這麼多人是逛街要乘船 要來逛街的 你就要趕走這些車 或者是搞到這裡交通制室 那車不來到底是益了誰 那邊就是重建在幾十層樓高 八十多層樓 我沒有記錯 說要搬線過去尖東那邊 最影響到現在平時搭車搭船的朋友 那這樣的方案 現在橫過一條線回來 其實都是只有一個車位 最終都是塞車 最終就是要搬過去 所以尖馬之星一定會站在爭取原始 原汁原味 保留尖沙咀碼頭這個巴士總站 至少都要保留到這個功能 完全是可以保障到各位市民 大家搭車搭船的權益 我們在今天和明天都會繼續在做一個一人一信的簽名運動 在11月8日之前 遞交了那些反對意見書 政府最近那次看見的反對意見書 上去給曾蔭權 告訴他不要再在做一些痴人說夢話的事 破壞香港古蹟 中環片星你已經破壞了我們一次這個城市 我們不可以再容許你再破壞我們這個維港的一個這麼重要的交通樞流 希望各位市民在11月8日之前 亦都上來我們尖馬之星的網頁部 在網上簽署 亦都可以轉過來我們的卡塔簽名 多謝大家 好 剛才片段都看完了 其實我最印象就是他們那天做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道具 有一個門字 大家都知道門字下 因為他們正在說門上開的一件事 政府 大家都知道這個門上開已經成為一個大家惡搞的對象 就是在下面站在那裏伸起兩隻手 到底是甚麼事呢 意會一下 這是其中一件事 反對地產馬拳 另一方面 他們也都說的一件事 很有趣 他們做了一些道具 有些屏風扭 亦都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一個靈車 我沒有記錯就是林瑞倫 幾乎要做的局長 人家貴為政務司司長 還有遲職前任的唐英連 上集都說過在千馬逼巴士上學那個 其實擺了他們兩個 就在一個靈車的無形的車頭上 我做了 但是有一個小插曲 其實很多新聞可能大家也沒有看到 那個靈車因為那個尺寸比較大了些 他們過海的時候 在最後入天星碼頭的時候 遇到因為物件的體積太大 不讓他們入天星少林那邊 其實也這麼說 其實我之前也醒不起來 否則我都會提醒他們 因為我之前都在Facebook 看到他們的靈車模型 其實如果他們可以做了一個接合 再去另一邊才開 會比較方便 因為始終這麼大靈車的尺寸 我現在都伸了手 大家看差不多更闊過我的人 這種情況始終會影響到其他乘客 變成別人不讓他們入 亦都很正常 但是那一下真的醒不起來 叫他們說可不可以拆開 結果做了一個畫面 就是車入閘的時候避了 然後他們強行推進去的時候 雙方糾纏 車真的在碼頭 真的做不到汽車道輪 車位人望 人就沒有望 車就位了 整個車翻車 結果後來大家如果看報紙 要知道為何他們去到中環的時候 只是拿著那塊車頭照在前面 其實這個花水就是這樣 但是其實也很希望 雙方都可以再研究好些 大家往後的處理 示威的朋友 理念上其實我們是支持的 但是其實有時候也會考慮到 可能部分一些交通工具 真的不方便接納到大家的物件過海 但是另一方面其實也都可以 因為天星小林公司甚至高層回來 特地招待這班朋友 亦都特地安排他們入閘 提供了很多方便 其實大家都是想表達了意見 希望大家可以下次想得周長些 少些不必要的衝突 因為其實天星小林 都是我們很多朋友現在都很喜歡的 一個交通工具 始終都有一些遊客 可能他們都會看到 如果大家抑壓著我怎麼上船 這個情況 希望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兩下 下次想得周長些少 研討得好些少 讓活動可以進行得更加好 好了 今天到最後還要說一件事 就是政府現在在說這個 露天廣場計劃 是六和四的比例 又很邪 發不發現 六和四這個字其實很忌諱 對於中國自從1989年之後 還要是六成對四成的廣場 那是否想起六四廣場 是否有人想放一輛坦克車 我開始懷疑舊巴士 不一定是放一輛舊巴士 可能會否變成坦克車 或者巴士也有一款叫坦克車 即是我現在開始懷疑 有人在一個六四廣場 其實想紀念六四 就是曲線撐六四 是否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現在中央的朋友看見 這樣就很少了 想想 那位姐姐說 堅持這個肥婆 堅持要建一個老天廣場 現在他搞出一個六四廣場 即是是否想想 香港人多個地方紀念六四 我今天也穿了一件 坦克車的六四 如果有人堅持還要做這樣的老天廣場計劃 即是跟中央對著鋼 還要建一個六四廣場 我們以務反顧 一定會繼續撐下去 要阻止這個六四廣場的進行 這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真的差不多了 起碼剛才也提過 總之就留意我們尖馬之星的網頁 以及我們的Facebook群組 和專業的公佈 八號那一早 希望見到大家 一起來遞信 爭取完好保留尖沙水馬頭巴士總站 不要六四廣場 是這麼多 下個禮拜 我們應該可以回來和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 星期日都是再提提 記住投票 六十四個人 我們支持的尖馬之星 希望大家 記得投票 支持他們 多謝